我的Mercury 哈喽,大家好,不好意思 刚才有技术上的问题 有人进来吗? 有人进来吗? 进来了,说嗨一下 有吗? 来啊 我看到试试了 Elean,哈喽 哈喽,大家好 晚上好,有准备要睡觉了吗? 我们两个像吗? 有人进来了 我们开始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este 然后呢,今天 群众要求 我要访问我身边这位 这位Auntie 没有啦,我漂亮的姐妹 群众要求 真的,我要访问她 其实我要访问她很久了 但是,其实她之前也是有讲过她一些见证 但是,今天有另外一个见证呢 其实我相信是她 一直又想分享 但是又不懂要怎么去 开始去说的 让大家知道 因为其实还蛮,怎么讲 隐私嘛 还蛮隐私 所以她一直没有去分享这个见证 所以首先,我先让她自我介绍先 哈喽 哈喽,大家晚上好 哈 我是阿琪 阿琪 阿琪哈,我们先访问阿琪先 before她讲另外一个见证 我们先问她 她,呃,开始穿 几时开始穿这件裤子 然后呢,一开始她穿这件裤子的时候 是,呃,遇到了什么问题 然后有什么的改善 来 呃,我是去年12月的时候 开始穿这件裤子的 然后我会 呃,知道这件裤子是因为 我身边这位好朋友 Celeste,呃,她介绍我的 因为她自己穿了 过后,呃,她的健康问题有改善 所以我就觉得 我想要试一下 然后一开始,呃,我买这件裤子的目的 讲真的就是为了要受审 因为我那时候我的下半身很肥胖 然后我又有很多蜂窝组织 也一直没有安排时间去运动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 呃,就是,呃,做工啦 忙家庭啊,还是这些 就是没有时间去运动 后来我就,呃,其实那时候 一直到裤子很贵哦 价钱很高的时候 我有回去跟我先生商量 我先生就讲 一件裤子长得像书库一样 这样普普通通要这么贵啊 然后,呃,其实那时候 我也是有,呃,在纠结啦 到底要不要,要不要买 这样子 就是怕买了,呃,没有,没有用 这样子,还是没有那个功效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 呃,要不然就,呃,先试一下 买一件先,呃,然后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大概12月的时候 开始穿这件裤子 然后,呃,我穿了,呃,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看到效果了 而且这个效果是 真的不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 因为我自己 在我穿裤子之前 我有,呃,就是有先拍照 就是我的,尤其是我的下半身 因为我很在意我的下半身 尤其是那蜂窝组织 跟我的大腿比较肥胖 然后一个,竟然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就看到我的蜂窝组织减少了 然后我的大腿也有,呃,也有瘦了 然后就是 就是连我老公都会很惊讶说 哇,真的是很神奇 一个礼拜你就看得到你的,呃,你的效果 然后再来,呃,我就先,呃,就是 除了瘦,瘦,我有看到瘦身以外 就是因为我的小腿可能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关系 所以我的小腿,呃,经常酸痛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一直不舒服 然后也因为可能要打理家里 然后家里是可能就是有楼上嘛 有时候就东西忘记拿啊 还是孩子的东西什么啊 就一直跑来跑去这样子上下楼梯 我的小腿就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穿了这件裤子过后 我就感,我就觉得我的小腿的这个酸痛 完全消失 而且它不只消失啊 而且让我感觉到我的小腿 更有利就是平常 如果我很像活动量比较大 很忙啊,工作很忙,要照顾孩子啊 我都不会觉得说 呃,那个腿不矮了,又再酸痛了 就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而且穿着那裤子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就感觉好像一直有人在支撑那个小腿的那种感觉 然后,呃,就让我 呃,真的很满意这件裤子 其实我相信她有一个她是很想讲 她的脚很有力的齁 不是要去拿东西 而是她更有力要去shopping 所以她那时候一直叫我去shopping 所以过后哦 她穿了这件裤子了 过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后 是吗?差不多是一个月 然后她就跟我讲了另外一个消息 她穿了这个裤子 她得到了一个bonus啊 然后,呃,也就是现在大家所想关注的 因为我相信,呃,她那时候她告诉我的时候呢 她,我们没有想要 其实有想过要分享 但是也可能因为隐私的关系 所以她就觉得讲说她 呃,也不懂要怎么去做分享 所以她就一直藏在她的心底 就没有一次,就没有再去讲 就只有我们知道罢了 所以可能有人问起 我们就可能只是在,呃,私底下这样子告诉人家 但是我们发现,呃,很像很多人都很像需要,呃,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然后可能可以帮助到真的身边会很多人 所以我们来听听一下,呃,阿琪 讲一下她接下来的这个bonus是什么来的 OK,呃,现在我要分享这东西哈 呃,其实是发生在我还没有穿裤子之前 那时我是说我12月开始穿裤子吧 然后其实大概11月份的时候有某一天 我觉得我的时处,呃,突然很不舒服 就感觉刺痛,然后又感觉好像有东西压着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一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很怕,我没有,我没有拖时间 我就马上去,呃,死人医院的妇产科检查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隐秘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不舒服一定要马上解决 后来我去的时候,呃,有医生就给我scan我肚子 就是有做检查 他是大概跟我说,呃,我就是可能有细菌感染 就是死素可能细菌感染 所以会造成这个不舒服 然后他说,呃,吃了抗生素应该就会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呃,如果是吃药会好 就应该没有这么担心 可是后来他又再跟我讲另外一个事情 我就真的会比较惊讶 他就是跟我说 我有那个,呃,卵巢多囊性的这个,这个病 就是很多女生有时候会面临的这个,这个,这个病 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错愕的 因为我自己,呃,本身是已经 其实那段时间我已经本身在准备怀孕了的 可是后来,呃,听到这个消息过后 我就有问医生叫我要怎么解决 他就说,呃,就尽量叫我要多做运动 然后那时候坦白讲 我,呃,知道了过后 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安排时间去运动 因为孩子早一直都是跟着我们的 然后如果孩子没有跟着我的时候 都是我在做工的时候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安排时间去运动 过后12月过后,12月的时候我就拿到这件裤子了 然后呢,直到我很顺利的在1月的时候就怀孕了 呃,而且是比我之前,呃,生我大女儿的时候 那个备孕的时间是更短的 因为之前我生我大女儿的时候 我备孕了差不多要半年这么久 才,呃,才成功怀孕 这一台的话就真的很顺利 所以我真的很,很感激这个裤子 因为,要不然我也真的,如果有这个病 我又没有抽时间去运动 他又没有,可能没有药物帮我解决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可能还要,就是要准备 备孕这条路准备多久 或一年两年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这种备孕的心情 要等这么久,我觉得是,呃,那个心情是很,很辛苦的啦 嗯 所以,呃,这个见证,这个,呃,阮潮多囊症 哦,相信是很多,呃,就是,也是很多妇女面临这个问题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呃,我们的顾客也是问,会问起我们 我们想,哎,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见证 但是我们都是以口头上的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见证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这件裤子,其实真的只要血液循环一好 很多我们的健康问题真的都可以被改善 然后,呃,啊,其实有想要对这些还没有穿 还没有就是尝试这件裤子的人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他们吗? 嗯,呃,如果是大家还在考虑着这件裤子 我就觉得说真的要给这个裤子一个机会 他的见证真的是太多太好了 因为,呃,我这里分享一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结束这个裤子过后 我看到他,我看到我自己改善过后 我其实就有告诉身边的阿姨 然后可能,阿姨他们当初可能会购买这件裤子 就是抱着一种心态说,呃,呃,呃,反正你在卖 我就,我就support你,支持你这样啦 可是后来我就有联络回他们 两个阿姨给我的反应都说 对这个裤子真的是很好 嗯,他们一个是膝盖问题 一个也是脚步时长酸痛 因为现在的,呃,这些,我这些阿姨都已经是妈妈 嗯,阿嬷吉了,他们每个都要照顾孙子 所以这件裤子,他们现在每天天天都在穿 不舍得脱下来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 嗯,穿了这件裤子过后 因为有帮助到我们 可能子宫或卵巢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介绍几个朋友买 有的是刚结婚 他们或者都很顺利,就是要怀孕的时候 因为之前都在穿这件裤子了 结果了婚过,他们就很顺利的说 嗯,怀孕不用说 我要去被孕一个好几年 才会等到孩子的降临 所以我觉得,嗯,不管你是不是 嗯,有要怀孕还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都要去尝试这件裤子 嗯,因为他真的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裤子 也是咯,我们身边其实有15个人 真的是很顺利的怀孕 穿了这个裤子后 真的,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叫怀孕裤 也是可以叫怀孕裤 其实他真的是改善了我们的健康 我自己本身也是改善了我的这些白带啊 我的经期啊,还有一些很像说我的导拔 因为我是破腹身嘛 这些都有帮助到我 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些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此为止咯 然后有什么疑问可以私底下私聊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的这个分享可以帮助更多 更多的人,有需要的人 所以大家晚安啦,拜拜